世辰台湾当代水彩画家肖如松的赖世荣 他虽然不是台东人 不过却在这个地方居住25年了 他已经把台东当作是第二个故乡 这次呢在台东的宝铁艺文中心 展出超过100幅的水彩画 要分享他在台东的生活点滴 这一张张眼熟的图画 是素人画家赖世荣以丰富的人生阅历 透过独特的笔法展现出来的作品 他最难得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心境 透过画笔展现出来 做画画有开始永远不慢 他无赢得回 卖单无赢得回 美工科毕业的赖世荣 意外踏进媒体圈 担任过编辑和记者 也曾远赴美国纽约工作 更经历过失婚及贫困的日子 这些起起伏伏的人生际遇 也成为他作品的养分 你每天在欣赏他的 FB的内容之余 我想你们就非常感受到 他对这方面的下的功夫 尤其在文章跟绘画方面 可以说是 我对他敬佩有加的 106年2月2号开始展览 开始废话 我也男生北讨 到处去展览 那我认为说 我们都不要忘本 日久他乡变故乡 我在台中已经25年了 比我在新竹19年还要久 台中是不是我故乡 大家说 谁也是我故乡 所以我也不能忘本 第二款 我就画我宝桑 宝桑是台东以前的旧地名 宝桑是台东以前的旧地名 那那边展最多 展了56幅 这边46幅 最后一款是 违纳花莲 别有味道的画作 搭配日式旧建筑 更显得独特 赖世荣的画展 即日起到6月30号 在台东宝丁艺文中心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记者潘君伟台东室报道